现在禽流肝炎比较盛行 就是说完了也是比痛风还要狠的一种疾病 一种咋说呢 这个疾病是比较狠的 再有一个我再次再提醒大伙 就是什么呢 40多天以后 40天以上一定再上一遍 姜摸盐的药和大肠肝水的药 一定再上一遍 这样是它在催肥前一段 上完以后开始催肥 它不会拉稀 它的料就会吸收的更好 料汁就会更低 你的鹅就会更健康 而且你的鹅养的撩柔比啊 菌种啊就会更大一下 更好一些 有什么不懂的 就是随时可以与我沟通 随时我们直播间 见 我马上开始直播了 而你重生一场梦 只沉藏在我心底 如同相思无人动 而而不得终合心 谁的人生不是黯然独春秋 谁的意识不是尾巴三残求 出发去宋贷 看看我的大奔奔 看看我的鹅肠 别人俩就是我的鹅肠 其实好多问题 就是只有自己辛苦了 自己努力了 不是说用嘴说你得实干怎么干 现在想返乡壮业的 或者说想忘回来 想回农村干点事的 要三思而后行 量力而行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 有没有那个实质性的东西 去干这些东西 好多问题都是咋说呢 就是你得辛苦 不辛苦不可能 就是不亲力亲为 不想去干 或者说我就想回家 干点事想有点事干 我就尽量你现在就是 暂时别回来 别干了 因为不好干 啥事真的不好干 不好整 你看我这 现在这是我整个的鹅肠 后边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鹅肠 在厂区啊 一定是安全驾驶情况下 看人来人流 最后只剩一双手 一头穿扶去过 看看喝狗狗 我为你发了风 你必须降低我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们改造大鹏呢 改造水管呢 将天改造完以后 告诉那伙咋整合适啊 要不原来说那水壶 我都说是个坑 真是个坑 之后我又重新换了啊 现在换成正常的水管了啊 完了 改造完以后 咱试用的时候再给你们拍视频 你必须降低我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一儿童节 我还是在路上过 因为今天要需要去送单 跟大伙说点 说了点这两天 为啥一直没更新段子 因为我没有小鹅了 没有小鹅的同时呢 我就是不怎么路段了 包括这几天也忙 一直在观察着种额情况 或者说上苗情况 一直我也在犹豫 上不上苗 上什么样的品种 这是一 二是我想预备养明年的种额 预备养不养 养什么样的种额 因为这个养种额吧 它是一年你才能见着效益 对吧 这一年的时候 你想想 它的行企行恶都属于正常 你也别着急 别害怕 这个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是干啥 都是有风险的 种额投资虽然大 但是后期利润 也不会像今年这么高 所以说 今年都说养种额的特别多 我想说的话 就是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新进新出的 不管你是你干养之 你干任何一个行业都是 有进就有出 有不干的就有干的 多少只是取决于 你的经验 或者你能不能把它养活 能不能养成功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肉食鹅 肉食鹅最近这几天 掉价掉的比较狠 有的养种后 因为你说我那么想卖还不想卖 你看看你这个鹅养了多少天 你催没催肥 如果你这三四十天 你就是预计好 你想咋养 你说咋养 我说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说因为它的价格和行情来 像猪是那 你说今天只有十二了 我不卖了 明天掉的九块 养五百斤养六百斤 那个你可以养它涨 鹅不是那个东西 鹅它有的时候它不会涨 因为它有换毛期 还有个就是说周转的一个期 所以这个周转期 就是会让你亏一大块 还有上网跟着 所以说好多东西 你预计养啥就是养啥 不管行情啥 该出出该进进 你自己还是把你额管理好 额苗管理好 让它上网率小一点 就是说赔也赔不上啥 咱们挣钱呢 咱也不像原来的利润那么高了 你不要考虑说 我掉价了我不卖 掉了我使劲卖 涨了我不卖 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观点 涨落该走走 该涨涨该卖卖 不管今天啥行情 明天好啥行情 到日子我必卖 这是我作为养殖人 作为我自己的这个行情来讲 我自己的一个决策 所以我的建议 听也好不听也好 因为只有你入了坑 走过了这些经验 你才能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是否还能成功 我祝所有人 所有的老铁们 六一儿童节快乐 让我们同心未免 永远有一颗同真的心 这两天吧 有人都咨询我是啥呢 我现在在家没事干 家里有个小院 尤其墓地 我想养鹅能不能行 我说的一句话是啥呢 作为农业人 养殖也好 种植也好 只要你想做农业 你得想好三件事 第一 咱们得做的啥呢 与天斗与地斗有人斗 而且这些斗 你得还得有一个最终 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啥 你得有抗打压能力 而且赔了你有一个风险 系数的承担能力 你才能干养鹅 因为现在的养鹅 就跟过山车一样的行情 所以说你没事干了 你可以找个工作去上班 而且你想干这个 你就得扎根 或者你就长时间干 不能今天干了 明天就不干了 或者说我赔钱 不难不起后果 那你就别干 因为这个风险系数非常高 高回报 高利润 高风险 高门槛 你感觉农业是低门槛 为啥好多资本市场 不愿意进入农业市场呢 就是因为咱们这些事情 太多太多了 就是比你天动 你看今天天气 什么样 下不下雨 这个场地 有什么什么情况 雨地都啥 你盖这个棚 符合不符合你的养殖 你这个管理层次的人员 上得了上不来 你有没有那些人 技术含量的人 去管理你这个东西 你这弄 比如说料炒 兽衣 怎么样 咱们养殖后 这个韭菜 你这是不是就去 跟它一点点去斗 对不对 如果这几样 你能有 能斗得过 你能存活过来 那你就把它交给便宜 让我们 所有农业人 都得交给命运 不要考虑说 我 有俩钱 我想养多大多大 我想养多多热额 这个东西不是以数量取胜 人力的管理 还有一个 你对整个行业的认知 还有一个 抗赔 这个能力 你才能去 管理好 干好 你才能 决定干 你干 你不干 我还是奉劝大家 没有那个抗打压能力 尽量不要去 走入这个 养殖行业 或者农业 任何一个行业 今天晚上 如果我时间允许8点 我开始直播 咱们就 就 大伙在家 没事 想养个这个话题 聊一聊 今晚直播间 见 深度分析养鹅那些事 我们相约在农业 大家好 我是养殖人 鹅娘娘 今天给大家分析的是 这个棚舍的建设和预出期间 是 应该这个棚需要注意几点 我给大家现在分析一下了 看一眼 我说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咱们建棚舍 包括这两天 问我的 和你建完棚以后 想要进出的那个朋友 那位朋友是山西的 你听好 这个棚舍 你的上边的塑料布 你可以压死 你周不开就周不开了 因为咱这天气也是有限的 你把那个上面压好 下边最好再来一条接地的一个 一个咱们我们这边叫塑料布 你们那边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 就这个塑料布 让它1米5以上的宽度 那在地面 这个地面是不要通风的 高上面的通风口 看了吗 这样的通风 这样的浴厨方式 你这样 就是好比咱们在 你那个是浴厨床吗 好比咱们人也是 你在那个床上趴着 底下都哇哇往上跑风 你想想 你着不着凉 肚腾不疼 你感冒不感冒 就是这个原理 希望你们在建棚的时候 把这个需要改造下 没有多少钱 既然一改成我这样事的 底下要是有个塑料布 如果鹅大了以后 我们把这塑料布挖一撤 对不对 往上一周 鹅就来回出镜都可以了 要是没有床的情况 有床的情况下 那你好就必须在上面通风 一定想好了 上边通风 这样是对你的鹅的 以后的健康程度 也是比较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热 你的这个上边这个棚布 你一定现在看好 你白天阳光最足的时候 你屋里屋舍是多温度 如果温度高 必须高棉被或者棉渣 一定要把棉渣放在外边 如果放在里边 容易都烤着了 因为塑料布它是闷热的 它是吸热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们要一定看好 注意这几点 我们将每天用小小短一点的视频 分析咱们每天的养鹅的这些坑 养鹅这个细节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 我希望用我的视频 能让你少走弯路 少掉坑 少花钱 多赚钱 深度了解养殖那些事 我们相约在农业 大家好 我是鹅娘娘 我又开始浴厨了 大家说几点重要的行情 第一不要相信某一个药品 第二不要相信某一个偏方 第三不要相信某一个人 剩下其余 我们要多沟通 多多咨询 而且现在这些新老养之后这么多 咱们互相沟通 互相解决 不走弯路 因为我们都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 而且每天都在跟鹅打交道 而不是简简单单 我去卖你点药 卖你点料 卖你点鹅厨 咱们我什么都不卖 这是最后一点 再有一点就是啥呢 你不管你养多少万只 多少只 一定跟你的技术力量成为匹配 不要去盲目的 什么都没有 我近1万只 2万3万只 高我俩人就能养 现在这个行情这么低迷 而且所有的养殖户 如果全家料一直在喂 绝对是赔钱 这个价格 生活率现在再不高 而且现在的鹅 有病的毛病非常多 就是一查接一查 总是有问题 所以说不要相信 三个不要相信 记住了 我要有时间 还是会给大家去做直播 去做指导的 看到我这些视频 就每天为什么 明天开始 我就喂的什么药 喂的什么东西 还是会以视频的方式 呈现给大家 每天到这个点 都把鹅捡进盆里 让它回屋多吃点神 要不有的人说 鹅吃神吃的比较少 吃神吃不多 下单下的遍儿 软着手 特殊情况特殊事儿啊 你看看发现谁家鹅下过冰蛋 给你看看我家鹅下过冰蛋 起文坏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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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蛋 哈喽 冰糖 伟蛋 这个是冻 冻黎 不是我还有 冻蛋啊 大鹅下过冰蛋 咨询我2024鹅能不能养 可不可以养啊 我今天实地考察一下 岸山市台湾县的红润鹅叶 咨询家老板 这个鹅打的疫苗 到底是几种啊 都打的是什么 所以说让养殖库也放心 咱们养鹅成果率也会高啊 听老板来细说 我们药里边喊的是啥啊 我们这个鸡苗吧 第一人是有小而稳 痛风 不伤虎 还有限定虎 这几样加一起来 我们炸的1.2 因为炸的量小的 还怕不管用 所以说我们鸡苗 我们鸡苗有成本 我们只记 只看效率 然后把它能让养殖库放进 成果率高 这是我们的等本 大不大 大年初五遇上情人节 当财神遇上爱神 愿我有钱花 有人爱 财予与爱情状的满怀 日子一下风生水起 一路生花 大伙儿帮我看看啊 我家的公哥 到底有没有干活的一天天的啊 起一个小棉花籽 放在小蛋壳里 在这里 这有馒头片啥子 给它嘎一呼 然没有 咱有蒸蛋器 给蒸蛋器 蒸去喽 最后提醒一次提醒一次啊 赶紧的啊 从您的后天开始为应急药 所有大哥 开始为应急的产品了啊 冬天30分 应粉丝宝宝们的要求啊 给大伙儿录一段 咱家鹅吃的是啥啊 有的人说你说没有用对不对 你用事实说话 这是咱整个的打料的库房啊 看到吗 这是打料的机器啊 给大伙儿看一下子啊 咱家的玉米啊 玉米 肉粕 这是糠啊 保肝护肝的那个中药成分的水肥剂啊 大伙儿也看一下了 这是水肥剂 看到了吗 一个5%的预粉料 大伙儿也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是这样事的啊 这样事的 也是大厂家的啊 再次提醒大家啊 能出栏的赶紧出栏啊 现在阴雨连天 你看我这刚下雨彩虹都出了 看我这鹅场的彩虹 小鹅呢 一定预防那个超市天气引起的痛恨和姜蒙盐啊 姜蒙盐如果用药不好 一定要打针啊 打那万能针 万能针 这要提醒一下啊 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 现在天天下雨哦 我鹅场的一角 别忘了抬头仰望天空 天空有彩虹 晚风拂过心中 心中有笑容 会有一束阳光 落在你手中 小九 我说的一万亩 不是说一万亩地 我说的是一万只小母鹅啊 母本啊 一万只母本 呃 还有啊 今天小九是第二天 我今天开始上开口药啊 呃 还有很多朋友都说 啊我跟你学养额跟你交流 留个电话给我 我是不会加的啊 为什么 因为南北差异比较大 而且一个人养额 一个人的方法 呃 好多问题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 因为我好多问题 在视频里都会讲解 而且也会通通过视频的方式 传达会更多的正能量的 养殖的方式方法 用不用是你的事 我自己在用 还有一个用完以后好与坏 不要说啊 谁谁谁整的啊 我听谁谁的了 这个也得根据自己的额的状态 去看啊 看看我的小额状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养个人 鹅娘娘 这是我家的小八 也是预备的种鹅 呃 我们在现在装的微炒 吃炒 在草场里放 所以说得 有些人现在问我 什么是万能针 万能针打好不好用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 我在用 我用 好不好是看你的鹅 你的鹅是不是这病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是重复一下视察啊 希望你们 知道这个的时候 看看再批裂 粉丝长不长 点赞率上不上 如果不上 下回好多精髓的东西 我就不会再发了啊 第一是用那啥 偷包 双黄莲 阿米卡松 阿米卡星 第三米松 巴比托 利巴伟利 612 到我家是整六天了 我喂的是什么 从第一天开始 我说开口药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用的开口药 这次用的是啥呢 诺莎型 阿末七零 还有个四米糖 我认为效果 在这样的炎热的夏天 不好预处的时候 效果还是可以 但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说 我从今天下午又开始 预防一下 小哥的感冒药 一点是小柴虎和那个 反情类似的这样药啊 大家一定看好了 因为现在预处是很难遇的啊 冷脱温好 热脱温好 都是很不好控制这个温度 目前我的小鹅特别稳定 也特别好 明天开始做小鹅温的第二针 小鹅后腿登床 咯啪咯的 一个不难一个 这是我家小九啊 一万亩 我看一下了啊 我喊一下你们听着看 一二一二一 一二一 今天说几个重点啊 怎么去控料 打小鹅打预防针 怎么去打啊 我家小七今天是 第七天 七早我们打的那个防疫针 防疫针用的是什么样的针呢 是用的是 呃人用的 立巴尾林和头包 对着小鹅温打的啊 打了一点二 呃 现在这个温度啊 天气比较炎热嘛 就是温度不好控制 一定让你的鹅是干热 而不是潮湿的那种热 近期有点闷热啊 绝对不要这种 所以说你的鹅 就会枪毛枪湿的湿 脖子湿 破背湿 枪毛枪湿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开始 喂料就要有要求了啊 小鹅打了小鹅 用料就一定有要求了 怎么去用料 就是我们用料一定少上勤上 少上怎么上啊 这是我最说的要点就是说 呃上他吃两小时 控三小时 或者吃三小时 控三小时都可以啊 怎么控呢 早晨我比如说啊 从点开始啊 一天早晨我上 两个小时的料 吃完两小时 控三个小时 再上两个小时的料 控三个小时 再上两个小时 控三个小时的料 到晚上 上完以后 控制三小时 到第二天早晨再上啊 就晚上要多控 晚上为什么要多控 因为他晚上主要是排 排他这个尿酸盐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啊 让他这个控料 控料时间 我是这么控的啊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我的说法参考一件 养额最基本的就是说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最普通的药 去养这个鹅啊 不要听听 谁推荐啥药 或者什么 要说好使好使 因为我又试了一下 开口药不怎么好用啊 没有之前的效果要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要求 自己的东西 想好把这个 才能把这个鹅养好 不要听谁说 推荐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好 新出产品都说好 但新出产品都是贵 为什么 割咱们韭菜 收割咱们 跨兜里的钱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把这些问题想好 看好 把自己的鹅怎么去 才能养好 才能赚钱 包括现在的行情这么低 你怎么挣钱呢 那就成功率怎么上去 怎么省钱 怎么节约成本 才能挣着钱 对吧 我们下期见 什么叫温度 这叫温度 因为它横着爬着 所有小鹅 不说话的情况下 它是横着爬着的 更是爬着 这叫正常的温度 看好 我这通铺域的 小妻今天第10天了 状态也是非常好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每个人养鹅 100个人养鹅 有100个样 100种方法 我说的是 我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我自己养个什么样的状态 而不是会让你去 我们躺着也种枪 我跟谁谁谁 我养谁鹅 什么样 跟谁谁 我喂他鹅 喂他药 没好时怎么样 这个东西是根据你自己家鹅 生长环境 生长的状态 包括你人为的管理状态 谁说啥 我就信谁 谁说啥我就听啥 这个也根据你自身的鹅的状态 去用药 去用药的药量 都有关系 最好在你当地找一个兽医 因为什么呢 有时候解剖啊 干什么都方便 还好弄 对吧 我看到我每条视频 都底下的评论 又是怎么口罩不大 又什么疫情过了 这些东西都是你本 小姐 本鹅娘娘 养殖没有任何关系 本人就是一个实干 干农业的人 一个养鹅人 你在你那边评论 你感觉有意义吗 有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就不要在我的评论底下 烂捧那边下评论 最后都过了 想知道我养鹅状态 包括养鹅这些知识的人 根本都看不到 就平地掉了 对不对 咱们这样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我还不是那种说 露个腰啊 露个背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以那种诱惑去拍视频 我都是以支持农业角度去拍的视频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的小哥 我的小哥就是我在鹅棚里吧 他就是这状态的 离我有一点点远 正常这帮小哥就是跑来跑去 这是他最乳子的时候 听了吗 家乳子 家乡用语啊 你看你们懂不懂 懂 你就知道小哥啥状态 不懂 私信告诉我 啥意思啊 我们相约在农业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盐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我们相约在农业 我是养个人 鹅娘娘 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啊 天气预报来看 那现在这个阴雨又连续开始了 包括现在的忽冷忽热 天气也是忽冷忽热 热的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鹅的状态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别让它凉 主要是别热着 凉一点都没啥太大问题 一热的容易中暑 所以说呢 一定要管理好 预防好 现在的姜妹盐和中暑情况啊 一定预防好啊 看看我这鹅 现在刚上完料 正在吃着啊 吃嘎嘎香 送行单 月月为余 说一下啊 所有人都让我去分析一下行情 看看啊 操场里往回改额了啊 比较壮观 但是我说一下啊 行情是不可控的 就是市场行情是没有人可控 之前我就说你们养额好好养 没问题 你现在额价上了你没额 行情好像也没额 行情不好 好像也有额 你要是按照正常行情来讲 你一直养 就是我也不断 每批都有的话 你想行情这么好的话 你能没额吗 对吧 你不也是挣着钱了 有赔就有挣 这玩意 不要考虑你说 哎行情看着谁算机的准 没有人能算准了 谁能算准他不养额呢 说行情的人自己从来不养额 你记住这句话 养额人从来不关心行情 真正关心行情的人很少 如果是你要关心行情 就是我想养额 我想关心行情 那不好意思 你肯定赚不着钱 好的行情 放小鹅 虽然说下雨 但是离场地近也不害怕 因为只要一喊 他就都回去了 现在正好有水 他还爱吃呢 是吧 都过来了 插插的 后边大部队马上就过来了 还有啊 现在也有好多养殖户 跟我就是探讨 也是一种说辞吧 就是你看啊 鹅是涨价了 你没发现吗 料也涨价了 饲料涨价了 鹅苗也涨价了 最后坑呢 还是养殖户 但是我说啥呢 只要你把鹅管理好 养好 就是别让 别无缘故地 让别人割韭菜 还有一个原因 你成活率你把握上去 而且你要坚持住 不要让 说的谁谁割谁韭菜 谁都可以割谁韭菜 发肠有时候 养殖户不也割一发肠的韭菜吗 突然常有的时候 你不也是鹅价高 你不也得去宰吗 杀吗 你不可能就是说 也不宰不杀了 对不对 这个晚上行情 谁也控制不了 包括整个市场的循环 谁也控制不了 你只是你得杀去心里 看你干啥 干还是不干 一二三 走 心心里面 寻不到 活着的证据 都市的拨有路太阴 才不出足迹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乐 今夜我还在紧紧的唱着 不用为什么 请别在乎我 至少我不会让自己难过 希望所有的人都快乐 今夜我还在紧紧的唱着 不用为什么 请别在乎我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活 我要快乐 该起床了啊 宝子们 你们谁家 帮我指点一下 我这个简易的采钢房 怎么能让我有衣柜 怎么能有一个温馨的家的状态 给我设计一套 帮我蒸蒸汽油 而且还 你们谁有不用的 简易的棍 可以送我这里来哦 还有就是 谁能告诉我 在东北 简易房的采钢瓦 用什么样的取暖 能过冬 多多指点 多多提前 评论区里见 自嗨模式开始啊 放鹅 就是好多人现在鹅架涨上了 又开始说 我得养鹅呀 我得进苗啊 我得 现在鹅苗也是供不应求了 但是你想想 鹅苗在长 料也在长 现在虽然说鹅跨入十元时代 但是我也是 建议啊 因为它有一定的周期性 所以说呢 三思而后行 养鹅 鹅能吃 您都古话讲 就是 家趁万斗粮 不养 长不而静 自己一定要 选好项目啊 看好 再养 还是不养 怎么养 看看我这个大鹅 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啊 我的鹅现在上了 那个鱼城 对 我就愿意 第二个好啊 那么多 那个鱼城 哪 那 是 还是 你 你 就好了 但是他不怎么爱吃 因为早晨咱们空调 说吴小师不能吃料 打完枕以后上完料也不爱吃 你看他就老是在那趴着 但是一定要控制好